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象的要强很多 我以为这样的纹路和材质会使得它的外底耐用性特别的脆弱 但事实上我已经穿它打了好几次的外场 这个较浅的纹路并没有出现多少磨损 这个我感觉还是挺神奇的 虽然没有在室内的场地实战过 但我云测评一下 我觉得这个外底打室内应该也是没什么问题的 以我在家里穿着玩的时候的体验来看 在我家的地面上 它的抓地力也是非常不错的 这里就不多做评价了 相信大多数人如果买这双鞋的话 也主要是拿它用来打外场 但它的抓地力我认为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在当你做特别用力的侧向登地的时候 会很容易突破它的外底抓地的极限 可能会出现踩不稳的情况 主要是因为它的中底材质比较软 当中底发生比较大的形变 带着外底也发生形变的时候 鞋底和地面稳定的接触面就会消失 顺着这个我们就再来看一下它的中底 在配置上它采用的是前掌磨坛 还有后掌的太极 配置和科技的东西就不和大家独作介绍了 我主要还是说一下我的实际穿着体验 其实第一眼看上去 我觉得它的重心可能有点偏高 因为前掌和后掌中底看起来都非常的肥大 但实际上脚之后其实并不是这样 我们看到这些肥大的中底材料 很多都是上包过来的 实际上的鞋底并没有那么厚 从实战的脚感上来看 这套中底系统应该是我穿过 匹克篮球鞋里面最好的一套了 整体的脚感是比较偏软 但并不至于过软 前掌磨坛的脚感还是比较韧坛的 整体的缓震性都很足 前掌启动的时候也并没有任何的拖沓感 在后掌这块非常肥大的太极材料 可以让我在各个角度落地的时候 都可以感受到非常充足的缓震 同时我认为非常难能可贵的 就是它的后跟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泄力情况 其实当初看到这个向外突出这么多的中底 我就担心它会不会像米切尔一代 还有Next Level一代一样 由于后跟过于突出 从而产生泄力感 这主要是因为它后跟中底 还有外底的形状做得非常合理 它做了一个很大幅度的上翘 这就中和了肥大的后跟中底 可能带来的影响 还有一个做得非常好的点 就是这双鞋在前后掌外底分离的状态下 通过合理的外底和中底的造型设计 达到了非常好的后跟到脚尖的过渡 穿它跑跳的时候脚底都是非常流畅的 然后我们再来到鞋面 先说下尺码 我平时一般穿Nike的44.5码 US10.5 这双鞋我穿的是44码 匹克的尺码我也不是拿捏的特别准 在这里只是跟大家说一下我的个人情况 仅供参考 有条件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去试穿 这双鞋在鞋头部分采用了编织材料 在后半部分是人造格和网布的结合 看着有点像网袜的感觉 对于这双鞋的鞋面包裹和支撑性 我个人是不太满意的 上脚之后系紧鞋带 球鞋的舒适性是非常好的 因为它的鞋面整个都比较软 尤其是前掌鞋头的这个地方 弯折的时候不会割脚 不会有异物感 但我认为作为一双鞋面材料偏软的球鞋 这双鞋的鞋卷做的有点太肥了 而且后半部分和前半部分感觉不像是一双鞋 在中后部有鞋带孔的位置 它的包裹感是比较中等的 而到鞋头的地方 在前掌的这个位置 你们可以看到鞋面做的特别的高 在这里肿得像馒头一样 然而它的前掌内侧并不是特别的宽 我穿这双鞋的时候 长度和两侧的宽度都是OK的 就是脚趾上方这个地方 有着巨大的多余空间 真的是只有脚趾这里特别肥 特别厚的人 才能把这双鞋的前掌上面填满 不过除了脚趾上面有一块多余空间之外 整双鞋的静态包裹还是非常不错的 七对鞋带孔的设计也算是恰到好处 但是在动态包裹上 尤其是做强度比较大动作的时候 前掌比较软的中底材质 再加上材质较软 多余空间比较多的鞋头 前掌在鞋里面还是会出现一点点的翻转的 说到这儿呢 我想突然给大家加一个福利彩蛋环节 估计只有认真看视频的朋友们才能看得到 在本期视频当中我将会送出三双 其中一双我将会通过微博抽奖平台送出 非常简单就是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在这条视频微博下面 点赞评论转发 同时留言写下你的尺码 另外两双我将分别送给 我的B站互动榜第一名 还有微博的互动榜第一名 我将会在视频发布之后 大约一周左右时间为大家开奖 藏的够深了吧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双鞋的支撑保护锁定 从外底上看 它的前掌后掌坐的都非常的宽 上脚之后的感觉是非常稳的 前掌的外侧向外突出了很多 有一个很明显的防侧翻角 外底和中底都做了大幅度的上翻 保证外侧的支撑性 中足是一块巨大的异形TPU 在外侧还有内侧都有上包 其中内侧上翻这个部分 还能够起到内侧足弓支撑的效果 中底的抗扭转也非常好 除了外置能看到的这块TPU之外 在鞋垫下面也可以摸到面积比较大的很硬的一层 应该是在这双鞋上也采用了和闪线上面一样的双TPU的设计 后跟的部位也有着额外的填充 内侧的后跟承托盘也是比较坚固的 再加上后跟中底的上包 球鞋是非常跟脚的 中后部分的鞋面虽然也是比较软的 但是在鞋带系紧之后也能达到不错的锁定效果 而整双鞋支撑性比较薄弱的地方就是前掌的外侧支撑 这个支撑薄弱的区域就在前掌的自然弯折点前面的部分 后面的部分我觉得完全OK 而在前面这一块侧向蹬地的时候还是很明显能够戳出来的 我能够感觉得到我的脚从鞋面这里往处戳 然后顶开了外面这一块中底 因为这个中底材质也是比较软的 也容易被戳出去 中底就会拉扯着外底 这样的话外底就经常被吃到脚底下 回到之前说抓地力那个部分 这就是为什么在蹬地力量比较大的时候 外底抓地可能会突然崩溃 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双鞋并不是一双专业性很强的鞋 因为如果在专业比赛当中 球员侧向蹬地的力量很大 尤其是在防守频繁的滑步当中 这样的支撑表现确实是不太行 不过这个问题主要影响的是 你横向运动时候的反应性灵敏性 而我认为这双鞋整体的安全性还是很不错的 然后在非实战性能的方面 透气性我觉得中等偏上 没有特别明显的透气设计 脚上有任何的闷热感 可能是脚趾上面有很多的多余空间 增加了空气的流动吧 重量的话我这支44码 单支是501克 很重啊 打球的时候并没有感觉它重 因为它的包裹性还不错 中底外底的形状设计也比较合理 过度也很流畅 穿起来还是比较自然的 这是我第一次撑这双鞋的重量 打球的时候真没感觉它有这么重 性价比的话这双鞋发售价就不贵 以后如果有更好的折扣的话 性价比是相当可以的 最后简单总结一下这双鞋 它优点主要是外底抓地耐磨都不错 中底脚杆软弹过度流畅 缓震性非常好 前掌的启动也不错 中足的支撑稳定性也很好 上脚之后的舒适度非常不错 缺点的话主要是前掌上面的 多余空间太多 前掌外侧的支撑性比较弱 另外球鞋很多部分的设计过分肥大 增加了球鞋的重量 也让它的外观看起来非常的臃肿 我觉得这双鞋的设计 主要还是面向一般的普通篮球爱好者 或者是追求性价比的学生党 穿它平时打一打中低强度的接拨 尤其是在外场还是非常不错的 咋的了这是 又一只蚊子 这会打死俩了 尤其是这套软弹的中底 用来打外场的硬地是非常好的 可以很明显的减轻关节的负担 不过对于水平比较高 打球强度比较大的朋友来说 这双鞋我就不推荐了 它的鞋面强度和刚性确实是比较有限 尤其它的前掌 对于大幅度高强度的变相 还有频繁的防守侧向滑步来说 还是非常不友好的 最后我给这双鞋的综合评分是B加 其实对比一下这双 我之前评价比较高的闪现 我认为这双闪电2020 确实是脚感更好更舒服 对于运动表现的提升也有更大的帮助 但是从打全场比赛的角度来看 我还是更喜欢闪现 而对于在无对抗或者低对抗 情况下打外场的话 我肯定更喜欢闪电2020 这双鞋确实在大部分的方面 比这双鞋都有了进步 不过不得不说闪现 还是更能扛得住高强度的比赛 但这双鞋确实已经做得非常不错了 看得出来国产品牌的进步 真的是越来越明显了 我真的希望匹克以后 能在产品的专业性上再加把劲 尤其是在大货成品的阶段 能够多把把关 把鞋楦做得更合理一点 材料的使用再高效一点 还要把这些过于肥大的部分 做得再精致点 希望在匹克下一款的旗舰当中 能够再次看见它们的进步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测评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对这双鞋有任何的看法 欢迎在弹幕评论当中留言告诉我 实战过的朋友 也千万不要忘了分享你的实战感受 那么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最后感谢你们的观看 感谢你们的支持 This is anzo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